我现在在美国纽约的中央公园 这次来美国也是为了帮忙去策划一场活动 现在这个活动基本上结束了 我就可以有时间来纽约这边玩一玩 来到纽约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 就是这里有很多的这种细长条形的建筑 听朋友说是因为纽约的这个地 你买了之后它可以盖很多层 这样的话就可以以最少的价钱盖最多的面积 在中央公园的步道上 你总是会看见有人在锻炼 比如说这些汽车的 这还有推着婴儿车跑步 这个真的是很硬核了 很火的网红建筑叫Vissel 它是一个像松果一样的一个形状的商业综合体 似乎整个建筑它是玫瑰金的颜色 然后也没有电梯好像 这里其实是有电梯的 不过是要排队 所以大家可能都不太想爬 但是我觉得爬一爬可能会比较有意思 我们现在爬上去 终于爬到了Vissel的顶部 虽然很累 但是风景很好 感觉很科幻的感觉 这里 像这里看可以看得到 曼哈顿旁边的哈德逊河 包括下面有一些纽约的地铁的列车 停靠在这里 站在这个地方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总觉得好像站在空中一样 这里是布鲁克林的Dumbo地区 从布鲁克林大桥下来左拐就到 然后从这个机位可以拍到曼哈顿大桥的主体 是一个很经典的位置 这个就是洛克菲勒大厦的楼顶 我们可以看到的风景 这也应该是我在纽约的最后一站了 就这个城市给你的感觉就是密密麻麻 星星点点 即使是现在大概都已经11点多 但是整个城市还是那种午夜城的感觉 就是市场计�h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